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港股虽然连升四个星期,不过市场的避险情绪在升温 英国脱欧公投市成为了短期全球市场最大的风险变量 ADR就预示今日港股获低开于200点,失守10天线的水平 美股上周五是下跌,英国的民调就显示 支持脱欧阵营是扩大之后,欧罗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大幅下跌 油价大跌至使能源板块大跌近2%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预托证券ADR的价格 与本港上周五收市价比较是普遍下跌 因脱欧风险增加,引发了投资者的忧虑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0791点 较上周五横止收市第251点或1.2% 横止上周五收最多跌279点,低见21017点 回补了周二之上的上升裂口 而收报在21042点,第255点或1.2% 全个星期四日的累积升幅是达到95点 连升四个星期 横止今日很大机会是跌穿10天线约为20970点附近 短期的支持位在20天线约为20480点的水平 再来关注焦点股份方面 TCL通讯获得了TCL集团私有化提出 作价为每股7.5元现金 较TCL通讯停牌前收市价每股5.57元 有34.65%的溢价 集团称作价不会增加 TCL通讯将会于今天早上进行复牌 而1109的华润之地今日除息达到0.487元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 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郭先生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A股方面 那么内地股市端午节两天的假期之后 今天是第一天复市 那么市场也就关注本周三 也就是15号 MSCI会否决定将A股市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那么上证指数短期的支持将会于2900点 也就是约为10天线的附近 那么市场还关注今天早上10点钟 公布的内地公布的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些相关数据 那么郭老师你觉得今天A股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当然要看一看 MSCI是拉进那个A股市在内 可是我可能觉得这个机会还是一般一般而已 当然了由于A股没有一些明显的战争 其实来说或许这两个经级 上线指数一直在2900到2950年 所以变迁来说就是不可以拿进那个MSCI的话 我想带来的冲击也不会太大 可能这类A股我真的实际上了一个广胜空的动力 反而我觉得要是2900点自首的话 更重要的要看看2850年的支持 这个去年8月26号的第一位 要是自首的话 下一个市值就要退守到前前780点 总之来说整个A股的走势还是 保护而上远的这类的话 上次来说还是偏远 上次也看不到有一个上股的走势 那么看完了A股也是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上周五欧美股市是全线向下 那么市场也是忧虑这个英国脱欧的状况 那么恒指今早是裂口低开395点 那么开盘是暴在20647点 那么国企指数呢也是开盘是跌160点 暴在8671点 而且呢几乎所有的蓝出股呢 都是全线向下 那么郭老师你认为港股今天的走势 会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啊更重要的就是恒指数已经已不下坡了 所以说整个中级往上提早 稍微的走势已经一定变化 有一点大家留意就是 经过今早的下调 这个月的恒指数已经出现一个先高二后期的走势了 稍微7号的21350点 只要这个月有1000多点的下车的波幅的话 恐怕2万点出去也会走着旁边的 目前看起来 港股的网站中的动力已经是走的了 而且目前最关注的就是 到处2万点的市值能不能占得住 又是不能占得住的话 恐怕整个市场还是会经过下层低位的 现在我们把港股的走势还是比较宽固而大远的 好的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细分析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就直到目前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1块5 中国移动跌1块8毛5 建设银行跌1毛3 工商银行跌9分 中国银行跌8分 港交所跌3块7 中国人寿跌4毛4 有邦保险跌1块4毛5 腾讯控股跌4块4 船河跌1块7 新宏级地产跌2块6毛5 九龙舱跌1块3毛5 中国海外跌4毛 华润质地跌5毛 中海油跌2毛1 中石油跌1毛7 中石化跌1毛6 昆仑能源跌4分 中国神化跌2毛8 关注到了股市 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财政部将会开展第三批的PPP示范项目声报 财政部就发表了通知 会与行业部门的部委联合式启动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也就是PPP示范项目申报的筛选工作 要求各省市在7月25日之前是提交示范项目材料 逾期不再受力 而每个省市申报数量原则上是不超过50个 申报示范项目的条件就包括属于能源交通运输 医疗以及环境保护等适宜的采用PPP模式的公共服务领域 汇丰控股的主席范志连就指出 不明白投资者为何是质疑汇控积极投资亚洲的策略 范志连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就指 亚洲地区在中长期有庞大的发展机遇 市场就担心汇控亚洲的发展策略包括投资中国 令它是感到困惑 指汇控投资亚洲是顺势而为 对于汇控以珠三角地区为发展目标 范志连就指出 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和科技发展强劲 在当地投资是合乎逻辑的决定 是汇控将过去在香港的成功经验的营伸 他又表示 汇控不需要与内地大型本地银行直接进行竞争 汇控在中国主力争取两类客户 就包括寻求全球扩张业务的商业客户和高端零售客户 汇控将打造属于自己的珠三角营运模式 直至达到中长期盈利的相关目标 中国证监会的官员就表示 A股是否会被纳入MSCI指数不应该等太久 中证监国际合作部主任就表示 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就宣布 一个没有A股的国际市场指数是不完整的 他就表示 中国已经就A股纳入MSCI是做出努力 就包括外管局简化了资金转移规定 和证券交易所改进停牌规定等等 他就指出 长期来看 A股被纳入MSCI指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抱顺其自然的态度 但只对国际投资者而言 如果想进入一个市场 最好不要等得太久 如果等到这个市场已经很成熟很完美 再进入就是已经是太迟 万科上任于深圳地铁集团 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 东莞实业投资等签署了备忘录 就深化深圳地铁与万科的战略合作 中国证券报就报道指出 万科将会于周六向前之前 向深圳交易所市提交有关 引进深圳地铁的重组预案 根据深交所的政策规定 监管机构收到上市公司提交重组方案之后 最多是需要约10个工作天的审查 以及回复预案 朱旭就表示 今次提交方案之后 万科将不会再申请继续停牌 深圳地铁总经理肖明就表示 与万科达成了战略协同 可以发挥双方的优势 一方面集团是可以专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而一方面将会有助于万科 进一步的提升核心的业务经营业绩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 互港开市通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